这个离婚在哪些环节会导致这个孩子出现问题 我们通常说是由两个环节会出现的 一个是要离婚的时候这个环节 你们夫妻两个人已经要离婚了 要闹离婚 要分居上法院起诉一堆事情 这个时候没有处理好孩子会出现心理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离了婚之后 真的是分开了开始来抚养 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咱们先来说要离婚的时候 会出现的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跟夫妻两个人的冲突有关 第一个争夺孩子抚养权 还没有确定离婚 就开始这个孩子就一定是我的 我有时候经常会说他从来没养过孩子 他人没有养过他没有付钱吗 他也付了钱吗 他没有养过他的父母不也是帮着一起来养孩子吗 这个时候呢很多女人就是拼了老命的 这个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所以我一定要想尽一些办法 把这个孩子搞下来 你们都不去讨论离婚了 就讨论争夺孩子去了 那么也有一些男人呢 还会去跟孩子说 你要跟谁呀 怎么东西 就是用孩子来争夺 神医说这个 神医说这个